嗨大家好 好久不见 我是邝邝 然后这一期呢 我是要教给大家一个 这个能发到微博上的 这么一个全景图的这个教程 然后呢 这个教程其实是我从微博上偷来的 但是微博上那个教程的话 说实话就是完全照他那个做 是没办法把图片发到微博上 然后变成全景图的 所以这一次呢 也是参加了我自己很多 就是慢慢学会琢磨会的东西 然后来教给大家 那 这个透视线呢 还是我从微博上偷来的 然后作者作者名字叫 感谢感谢感谢提供了 对 我不会念就不要比我念了 对吧 然后现在呢 我们正式开始第一步 首先打开一个PSCC 或者反正是15年以后的嘛 反正有3D这个功能的一个PS 然后从这边有一个网格浴室 然后这下面有个球面全景 然后点一下 然后点否 然后你就会获得一个不知道什么鬼的东西 但是没有关系 对吧 窗口这里点开这个3D 然后这里有个当前仕途 然后把当前仕途改为前仕途 就是打个比方嘛 然后把这个背景点掉 然后我们就获得了一个球 然后 对 我们就获得了一个球 然后呢 今天呢 这个给大家演示的是一个房间里的美少女 对吧 嗯 画美少女才有 才有动力嘛 对吧 然后我们首先呢 由于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我这个很久没用过PS了 所以我PS用的不是很好 大家也多多包容 一下 呀 首先呢 像我们这个先画 就是画的时候 画全景的时候 要注意 就是尽量不要去改它这个 就是不要旋转它这个图 下面有个小三角 对不对 我知道有些人很喜欢 就是很喜欢这个 上来吃 肯定会 有事没事的 就转一下 但其实我第一 我第一次画的时候 我也转了 然后 反正图吧 它就怎么画 怎么不对 所以呢 就尽量介入这个 它自带的这种 前世图 然后去画 这样就比较不容易画歪 那我们先画一个 先简单粗暴的画一个小房子 小房子 然后透视线呢 是说竖线的话 你就竖线的话 你就可以跟着它这个画 就是说你在平常画 平常画的时候 比如说你画房子啊 对吧 你画竖线 你可以跟着它的画 但是如果你是打算画横线的话 就不能跟着了 它这个只是一个 不知道怎么讲 它就是一个透视线吧 然后中间是 越到中间变形越小 这个也 因为我们是要画一个小房间吧 所以我们小房间给它加一个 不变形的小窗户 对吧 然后它这个就是处于这个透视线中间的东西啊 它都不会变的 所以大家就不需要去考虑它这个变形 但是两边呢 尤其是就是说越到边缘的话 它变形会越厉害 所以这个这个大家需要多多注意一下 然后透视线毕竟不能出现在自己的画面上嘛 所以所以在使用就是说 新建了个图层去画这个线的时候 需要用需要用笔去把透视线涂白 只是图白啊 就像这样 然后 向下合并 用这样的步骤继续去重复 之后之后的每一步 哎呀 忘记换细夹 然后俯视图 俯视图呢 其实跟我们实际上看到的 它是相反的 就是说 你画的是俯视图 但是你其实传到手机上 就是说你传到电脑上 就是发到微博上 你实际上画出来的效果 其实是俯视图 对 当然其实你把它当成俯视的也没关系啦 因为毕竟画面是可以旋转的 但是这样第一效果就不太好嘛 对吧 不过说实话 我觉得俯视图这个说法也没毛病啊 手机俯视你嘛 画这个呢 它呢 可以并不完全靠PS 并不需要完全靠PS 画完全程 只需要在PS里面画一个大概的人阔 就是说虾机巴图 就是这个乱图 然后图完之后呢 再把它放到你熟悉的 比如说塞呀 C 那个 是叫CSP吗 忘了 反正就那种绘图软件嘛 然后你可以把它导进去画 导进 导进你熟悉的绘画软件里面去画 就是说你 不过我们现在还没到内部 我们首先画一个小棒 对吧 然后我们现在画的是这个天花板 对吧 天花板要什么 天花板 天花板 天花板要个灯 随便 随便搞一搞 然后天花板还要什么 啊就这样吧 就这样 天花板什么都不需要 啊 这是 这是一个 这个 居住在一线城市的 这个 测试 对吧 一线 一线城市学区房的 这个 豪贼 这个比较简洁 多了也买不起 好 对吧 我们这个只是举一个例子 为什么画的那么复杂呢 对吧 太复杂了 这个影响影响大家吸收 对吧 我们这次的标题就可以取名一下 超简单的这个全景教程 对吧 不但不但不但教程简单 画的也简单 三分钟 暴教暴会 不会也没办法 又没收钱 然后我们再画一个视角 先把它向下合并 其实这个 这个 图层呢 你不分也没关系了 就是擦的时候比较难办 这样擦透视线的时候就会比较难办 所以我一般还是分一下 因为这个擦透视线就比较好擦 然后把俯视图改为仰视图 对 改为仰视图 仰视图呢 就是手机仰视你嘛 就是往下看的视角嘛 就是说它那个 它那个实际上就是说你 不是你看手机的视角 而是说手机看你是什么视角 然后你根据手机的视角去 去去去 去考虑你在画的是什么东西 这样子 好 完美 感觉像个王八克 我忘记擦掉了 地板地板要不要画点什么 我们要画个地板 地板画什么 画木质地板 虽然虽然是一线城市的厕所 但是穷也要穷也有尊严 对吧 面积虽小 武脏俱全 感觉更像王八克 无所谓了 无所谓了 意思到了就好 大家大家知道这是地板就行 对吧 地板地板 地怎么写来的 完了 好 这是地板啊 然后我们向下合并一下 线没擦干净 无所谓了 无所谓了 意思到了就行吗 对吧 教程要简单 简单体现在哪里 体现在画的简单 对吧 然后我们再改成后视图 就是说 哎呀 哎呀 尴尬了尴尬了 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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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这种 这种小问题很容易解决的 就是说大家有线对不上的地方 对吧 擦了嘛 但是在擦擦这个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 就是说 呃是要用笔去覆盖 而不是说 呃你 你用这个 用橡皮就把它擦掉 用橡皮把它擦掉的话 你会把透视线给擦了 然后你就会面临一个很尴尬的局面 就是说 呃你会把这个 这层的颜色给擦了 然后你这个图就没办法向下叠加 也不能说没办法向下叠加 总是不知道叠到什么鬼地方去了 对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试一下 我觉得我觉得靠我口述的话 大家可能不知道 那是一种什么感受 大家去尝试一下 就会明白那是一种什么感受 哦画一张床 厕所在小也 厕所厕所 厕所啊这个 不能说人家是厕所 都都都已经是 对吧 都已经有床了 怎么能叫厕所呢 太过分啊 对吧 这个单人间 虽然只有一个厕所那么大 但是但是 但是 但是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我们意识 意识一下 哦这是个单人间 这是一个单人间 然后单人间要有什么 要有对 要有个挂画 给人家挂画 还要有什么 还有个电脑 对 给人家加一个电脑 一个房间里面 有了一张床 对吧 有了一个电脑 再加上一个空调 然后再加上一个WiFi 对吧 人生还能有什么 对吧 还能有什么追求呢 都这里不就圆满了吗 对吧 就足够了 就满足生活需求了 需要了 电脑往下 往下放一点 小一点小一点 太大了 毕竟 毕竟这个房间就这么小 太大的话 配不上我们这个房间 配不上我们这个 简洁高端大起的房间 对吧 像这样 意思 意思一下 这是个电脑 这是个电脑柱 这是个椅子 对吧 哎呀完美完美 然后 然后还要加点什么的 对给人家加一个空调 说实话 土豪家里有 土豪家里连厕所里 都都有空调 这个太可怕 我这话 我觉得我这个空调 气质 气质 气质也 也有 然后这个动词也有 一看就是 一看就是 一看就不得了 再来个空调线 对吧 PS有点 不太好掌空啊 掌空 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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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 但是无所谓了 意思道理就好了 给人家画一个美少女 对吧 做人要有追求 好美少女有了 什么都有 然后我们画个角度 这个就是一个有美少女的方圈 没毛病吧 没毛病吧 一点毛病都没有 我们再换一个西角 左视图 左视图画什么 左视图 左视图 左视图画门 对 自从我们这个房间有了空调 有了电脑之后呢 我们这就是一个非常奢侈的房间 对吧 简直堪称人类的梦想之间 梦想 说实话 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有一个自己的房间 然后 对吧 这个房间里 要有电脑 要有空调 要有wifi 最关键的是 要有个保姆 这就是我人生的梦想 我从小的梦想就是 占购养活自己的钱 再加上请一个保姆的钱 这辈子就值了 因为呢 对吧 因为保姆能做的事太多了 我觉得 加个加个加个门 好 就感觉这个房间突然大了很多 因为谁都不知道门背后有什么 对吧 推开这扇门 你将会打开你的新世界 万一这 万一这是一个地下室的一个小密室呢 然后打开打开这个门 你就会看到地下停车场 然后穿过地下停车场 你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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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那个电梯 然后你把那个电梯给上 你上了那个电梯 你坐上那个电梯 然后 轻轻地摁一下了 这个 二十二楼 对吧 为什么 为什么是二十二楼呢 这个 轻轻地摁一下了 二十二楼 二十二楼太矮了 我们要显得 他 他有档死点 对吧 你摁下了一百楼 真男人就要上一百楼 然后 这个 你就进入了自己的豪宅 然后这个小房间是留给你 这个杀人越货用的 这样想想的话 就突然觉得这个 住在这个房间里的主人一定很 对吧 非常的 好 一点都不会觉得这个房间像厕所了 说实话其实还是想什么都没有 像我们 其实我们这个 这个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效果 虽然虽然被我画的很奇怪 但是现在已经可以看到全景图的效果了 对吧 就是这么一个长得非常像厕所的房间 是的 是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效果 透视效果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不是这个地板 好我们继续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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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话其实就可以抛弃这个了 抛弃这个新建图上了 我们直接在原稿上改就好 因为我我们呢 这个 只能说我这个电脑真的是非常的卡 这个破PS 真的是对我来说用起来真的是超级卡的 所以我这个画起来很麻烦 我一条线我都要等它等它 反应 然后反应过来我才看到 它可以开始继续下一步 所以说画全景图很需要电脑的 这个电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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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稍微弱一点 就不要糟它电脑了 比如说像我这样电脑配置稍微弱一点 看了没 都已经落到眼前一黑了 行不行啊 对吧 这个这个是床 这个是床 然后给人家 加个小柜子 对吧 生活必须要有柜子 没有柜子你就不能出柜 看到没 现在现在是一比一个 这么一个 一比一个缓冲线啊它 所以说我也很无奈 虽然虽然有点慢 但是大家将就一下吧 我这个尽量加个数啊 尽量给大家加个数 让大家看起来没那么卡 然后房间现在房间有了 啊房间也有了 美少女也有了 我们给它画一个柜子 对吧 柜子上随便摆放点东西 对吧 然后我们就get到了这么一个 传心的小房间 然后呢对吧 我们画的这一步 就感觉自己画的差不多了 对不对 简直是这个 反应现实 然后这个 对吧 就拥有非常深刻的内涵的 这么一个小房间小圈景图 对吧 对吧对吧 然后呢我们觉得画的很OK 可以把它导入出来 导入出来呢 是在这里 这里有个球形球面圈景图材质 然后点一下这个 这个慢设的这个编辑文理 然后我们就可以get到一个这个图 然后把又一点加点了 然后我们再在这个图上进行一次修改 就是说你需要把它挪到别的 别的图上去画 就是别的软件上去画的话 你也是就是说你可以通过这个 把这个图保存下来 然后挪到别的电 别的软件上 然后去画 总之呢 这个教程呢 这个教程呢 对吧 制作全景的教程 就是说大概就是这么多了 这个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是不是画的非常的简单 哈哈哈哈 嗯 嗯 总之就是大家理解一下就好了 然后我们这个 这些这个画的这个全景的 房间里的美少女啊 然后这个大作就完成了 啊美少女 美少女的话 她她这个房间放置一会儿 她自己会长出来的 这个不是要自己画 对 嗯 这个就导 然后把它导入出来 不是 不是点了一些那个 就出现了背景拷贝嘛 然后直接把这把这张图 你存为 把背景拷贝 然后你要把它发到手机上的话 你就要把它储存为GPG格式 哦 通过通过各种什么全景 比如说什么 嗯 米家啊 然后这个什么新新全景啊 这类的那些 就是说全景软件 然后你通过那个软件 然后把图片发到微博上 就可以了 就说你就是说把这张图 你发到手机上 对吧 其实电脑上也可以也可能可以 但是我没有尝试过 然后再通过手机 手机下一个APP 随便只要只要是能能发全景的 比如说米家这类的 因为我这个 不能指定一个 不然会有广告协议嘛 然后 然后再通过APP 发到微博 然后我们就get到了 对吧 全景就全景图片就这样 然后现在呢 就是 教程就到这里 待会给大家演示一遍 好 呃 这个是 这个 我们放置了一小会儿的 做好的圈景图 因为只是一个示范 然后我这个电脑有点带不动了 所以我画的非常简单 大家可以看一下 效果就是这样的 这样的 真的非常简单 超简单的 超简单的 找出美少女了 然后呢 对吧 差不多就是这样了 差不多就是这样了 没什么 没什么东西 好这次呢 希望大家 能够讲究一下 好处 不过 不过真的没有办法 因为我的电脑真的带不动 这个图 非常小 非常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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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